大家好 这里是神医所望者 有一个网友问我 他说 在拖车的时候 身边没有拖车绳 只有钢丝绳 能不能做拖车扣来使用 我来回答是肯定的 如果你身边没有拖车绳的话 刚好有钢丝绳 也是可以打拖车扣的 来拖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钢丝绳 这样打拖车扣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钢丝绳 先打个 单截 想必大家应该都会打 打个单截 打个单截 打个单截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钢丝绳的绳头 穿过 汽车上面的 拖车孔 看到没有 再拖车孔 然后 把这个钢丝绳头 再穿回 打的 这个绳孔 钢丝孔 让他没有 这个穿回这个钢丝孔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两个钢丝一定要在同一个方向啊 让他没有 圈的同一个方向 这样才会牢务 要不然一转就散开的啊 然后在上面再转一圈 然后我们把它收紧 看看没有 这个拖车扣我们就打好了 不管你怎么转 这钢丝绳是越转越紧的啊 这个 拖车技巧呢 很多货车老司机都会的啊 一般人他也不会告诉你 今天呢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用钢丝绳怎样做拖车扣的 技巧啊 好今天用钢丝绳做拖车扣的 神经技巧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小钢丝绳做拖车扣